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Andy 中底商学院副院长 今天想继续跟大家分享 网上面试的心得 我想讲三个不好 第一个不好 是不要迟到 记住在约定时间 至少十五分钟之前 你已经在线 和工作人员联络 迟到对印象分影响很大 所以无论是网上面试 或者是面对面的面试 一样适用 第二个不好 是不要穿得太随便 大家虽然在家里面进行面试 不过都应该穿静重 formal dressing 男同学可以好像我说 穿衣服打胎 甚至穿西装 女同学都是 可能有套装 有外套 用这样的方式 去表达你们对面试的重视 和认真 最后一个不好 是不要冒眼神交流 在一个视像会议当中 当你看着对方 看着那个interviewer 你的眼睛 并不是直接看着他 那怎样可以达到眼神交流呢 其实很简单 提醒自己 要找回你的镜头在哪里 而是你看着镜头去说话 那你的webcam 你手机的镜头的位置在哪里 记住找清楚 提醒自己 有空就要看着那个位置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 希望在余下的video 可以跟大家讲多些 面试的心得和技巧 到时见